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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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开高速起点接广佛高速公路 终点与开阳高速公路相接 全长80公里 于1993年5月开工建设 1996年12月建成通车 它在高门市第一条高速 是广佛兆经济圈重要的综合交通船楼 街坊开车行佛开高速 经九岗大桥 在大雁山出口下来 继续行驶十几分钟 就可以来到古炉水乡 相当方便 而如果沿着佛开高速继续往西行 转身回高速行驶约一个小时 就可以来到台山市 吃一煲正宗黄线饭 买一定要台山东地买来的 因为你的线一定要晒条 整个黄线饭一定要扣火候 因为黄线饭是本地 这是台山水埔的特色 在外面就没那么好 总共开了松松黄线饭366月 这里是第一家 小时因为没有什么食物 当然那些浪漫在那边田 捉了一些黄线饭 又不知道怎样做 后来想不想不想 做个黄线饭 整个人都吃了 回味道 说实话刚才吃了一碗黄线饭 我发觉这里的黄线饭 不会有那种腥味 就是好腥味就没有 因为它放了一些姜丝 刚才会弄出那些腥味 淡淡吃下去 都是很爽口很充滑的口感到 我这煲只剩下90元左右 所以说是半煲米半煲黄线 非常低食 吃饱黄线饭 当然就要住一晚感受当地风情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在台山市的一些村落 建起了一座座民宿 或于台山水埔镇的夏洞小河旧址 兴互发利用之后 已经变成了一座民宿 和旁边的两座小洋楼有机结合 吸引很多珠三角地区的游客流宿 客运的主体群体都是珠三角的 都是开车过来 有一个半钟 不超过两个钟的顾客多 水埔镇很少 街镇里面拥有三条高速公路的出口 而且离高铁是15分钟 作为这个区位的优势 亦是当时我们考虑引流的一个主要因素 为解决交通瓶颈和拥到难题 发开高速于2019年完成改革建 将原有的双向式车道 扩建成双向白车道 助力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越高澳大湾区 与越西地区产业普通经济互补 街坊屈生来自广州 他说自从发开高速完成革建之后 学山、台山、开平等地 是他工作后的放松之地 我在那边吃完早茶 我十点半钟左右 我开两个钟 十二点半就已经可以在这边 等下就有餐馆饭吃 高速就带来 生活里面增添了更加多的色彩 发开高速作为大湾区 与越西地区往来的大同脈 亦是广东省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同按照国际FIDIC条款 进行工程建设管理的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未来随着大湾区的发展 街坊在广州、佛山、江门之间往来 将会更加便知